感谢老师们致力教育工作 吉安乡公所今年在教师节特别准备了浸湿礼 赠送给乡境内各级学校老师 校长游淑珍表示老师在照顾学生的同时 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一次他们特别准备了保温瓶送给老师 希望老师们多喝水保护喉咙也补充水分 教师节前夕吉安乡境内各级学校校长齐聚五谷公 一起向致胜仙师孔子上香致育 同时也致胜浸师礼给每一位的老师 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今天吉安乡公所特别 邀请了我们吉安乡境内的国中小幼儿园 高中已经特教的老师们 来到我们孔子殿前 为我们孔子至上满满的歇意 有教无类是我们教育的精髓 今天吉安乡公所趁着教师节的前夕 除了要感谢我们所有铺陈教育 为学子做关怀的师长们的一个感谢以外 当然也要开启大家对我们的孔子 对教师节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感谢跟关怀 至上的是一个保温瓶 希望老师们在照顾学子 照顾我们的孩子同时也照顾到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铺陈更长远爱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关怀 就在我们的身边 928祝福我们所有的师长们 健康平安快乐 乡长游淑珍特别挑选了颜色经典 造型优雅保温效果好的水瓶送给老师 提醒老师们在照顾学生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健康 多喝温水保护喉咙补充水分 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够全力奉献 游淑珍也强调教育是重要的任务 相公所会和各级学校站在一起 致力提供周延的教育环境给国家幼苗 希望能够共同培育优秀学子 成为国家的未来东凉 祝教世界快乐 借理会将相报道